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0月10日 10月8号北京发生了一件大事 也就是燕京啤酒有限公司 这个国企的大老板啊 叫这个赵小冬的 这个忽然间被这个有关方面 那应该是北京市纪委监察委 刘志调查了 为什么说这是大新闻呢 因为你想他是国企的大老板 也就是说像他这个燕京啤酒有限公司 是归在这个北京市国资委下面 国资委下面呢肯定了 再往上那就是市政府的这个主要领导了 最起码主管这个商业副市长 领导下的了 那混上这个位置的赵小冬那都不是一般的人 我们知道燕京啤酒是中国最大的啤酒企业 市场拥有量是相当大的 据说是全国市场占有率达到11%以上 说是95年2月起 燕京啤酒成为北京大会堂的国燕特供酒了 你想这绝对是这个不能说独家经营 也是在这个经营的这个啤酒企业当中 那是龙土老大了 啤酒不用卖啊 都登门来来要啤酒 而且搞不好有的时候还要求清晨呢 才能批的更多啊 或者批些精品啊等等 但是近年呢 这个业绩持续下滑了 这可能是原因很多啊 各行各业都在经济下滑啊 经济搞得一塌糊涂 这个自然而然老百姓手里没有钱 买的人少了 特别是在搞这个反腐败运动 可能也限制这个团体消费 我估计原因是多方面的啊 那么说是他即使这样 说也是既青岛啤酒 还有华润啤酒之后 冷然畏惧前三明啊 这个在海外 影响最大的给我感觉好像是 就是这两家了 青岛和这个燕京啊 有的时候你在那多伦多的 那个销售啤酒的专门店里面 也可以看到这个燕京啤酒啊 所以说谁要能在这个领域啊 这个企业里当个国企老板 那说心里话 那权力都是超大呀 而且这个平台可以交往很多这个 这个知名人士啊 和权势者 你不能是当官的还是商人都需要 这个啤酒啊 那么 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就是这个人抓起来 我估计啊 或许有两种原因啊 一种原因就是很单纯 就是因为什么刚才讲到了 近年来这个经济效益不佳了 这个说是 燕京啤酒这个2020年上半年营收约为55.65亿元 同比下降13% 13.88%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69亿元相当相比去年同期 5.22亿元 5.12亿元降幅超过47.5% 那降业很大 那是因为说你干的不好抓吗 不是吧 不那么简单的 这个中国这些国资委也好 这些老板们 出事儿往往都和这个经济效益没大关系 主要是什么 内斗有关系 也就是说呢 这个赵小冬归抓 我个人猜测很可能卷入了上层的政治斗争 也就是说这个在蔡奇领导下 蔡奇说不定奉哪个人子命啊 搞得一场大动作啊 我们知道蔡奇前一段时间主掌了 主掌了这个 这个任志强的案子 任志强的案子属于国资委的嘛 也是这个北京地区 叫华原集团 如果说他不在这个网络上 这个 讲一些习近平不喜欢听的话 如果他顺钩 他溜 这个阿谀奉承 说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 那什么事儿也没有 你贪点 战点 可能就动真之眼 闭之眼 问题是什么呢 你形容习近平是跳梁小手 习近平的第一期印象马屁性财奇 就恨不得找到这么一个 这个案例 也能证明自己忠诚 所以马上就拿放大镜招事 找不出政治问题来 政治问题不好说 拿经济问题说事儿呗 现在拿不出来是追溯以前的 反正在他领导下 对吧 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赵好东这也是一样啊 根据网络的消息 这个赵好东 那在这个整个的 燕京啤酒工作了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了 二十多年了 那是公开资料显示 说他48岁啊 这98年就加入了燕京啤酒集团了 说原先那个董事长和他关系都不错 对他挺信任的 说是2017年他获委任为公司董事长建总经理 同时还兼职北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副主席执行董事 北京燕京啤酒投资有限公司 这个副董事长 任职已经22年了 你想这个也是应该讲 我看到有个消息讲到说 他是从那个基层历练干起来的啊 应该讲还是非常对着啤酒啊 生产的行业还是行家离手啊 那么说是这个 从网络上公布的消息 就可以看出啊 本人认为啊 他这一次这个被抓这个诡异啊 有可能他是不是涉及到了啊 就以前几天 大家都这个已经知道了 而且非常关注的啊 就是董红等一系列一批啊 这个也就是北京市政府 那个一个圈子里那些官员 因为你想象一下吧 那些官员昨天我也讲过了 每个人手都有不同的诠释 那么你想这个他们经常在一起就要搞一些就应酬啊 迎送往来的请客送礼啊 什么招商会啊 产品介绍会啊 什么这个会那个会不论是私喝宫 没有开喝酒啊 没有酒拿了场演习啊 是不是啊 亲戚朋友之间凑到一起 圈子里也哥们弟兄整到一起 也要喝点啤酒 这个聊聊天什么呢 那肯定呢 你像他这么大老板 完全可能认识这些当官的啊 对不对 你像当官的想 想找到这么一个大树 就是什么有钱有势的大树 那么他呢 也想找盘到当官这个保护伞 对不对 这个全钱交易啊 就大型祈祷 啤酒那真是更是炙手可热了 对不对 你想他啤个条子 啤这个这个多少箱啤酒 甚至啤个一卡车一个车啤 那都不当回事的 而且不是自己家的东西 啤起来更慷慨 所以这个燕京批警的老板赵小冬 不要看他是个孤立的案件啊 而且那么年轻 这个也没有什么背景 这很难讲了啊 到底就他切实到碎 但我想他肯定和北京市市卫市政府 你领导 秘书长啊 副秘书长 那都关系肯定够贴 打个电话 秘书长需要的啤酒 去那个小赵 赵总经理给整整辆车来 就来了 是不是啊 给钱不给钱 就是另外一回事的 反正他有的是办法 和调这笔情费啊 是不是 有没有可能他和哪个领导挂上了 和董红啊 和昨天就谈到那四大金刚 甚至有可能和这个 这些总共中南海的高官 都有交往啊 所以说往往一个成功的啊 这个企业家 有全市企业家周围 环绕一大批这个拍马批的 你想这个酒批给谁 那谁就挣钱 是吧 批马又在钻手啊 那肯定是赚大钱的 何况这个酒在海外还有出口 出口呢 也是一样啊 是不是啊 你这个这种产品都属于这个 这个专项产品是吧 专利专项产品啊 别人干不了的 虽然拿到手里的营业执照 那不都是钱吗 有没有可能在这方面卷入其中 那现在蔡奇肯定要听命上级 现在开始抓这个董红啊 抓这下面这些市政府 北京市政府这个官场裂变 有没有可能随着他 所以就在10月8号啊 忽然间这个把他给抓了 据说他在9月17号啊 这个他还参加了这个一次 第29届北京国际 燕京啤酒文化节 说这一次他是最后的路面 那每个人都是这样 我官场就这样 当官都是早晨走了 太阳升起 晚上能不能回来 看到落日都不一定啊 因为现在这个高纬的职业了啊 那么官员内都激励啊 抓随不抓随 都是领导一句话 是不是啊 蔡奇肯定是 这个知道这个案件的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很难讲 不过从10月8号这个燕京啤酒 因为他是上市公司嘛 根据公布的情况来看 生产不会受影响 说副董事长叫谢广军 向代理董事长职务啊 直到选举产生新的公司 董事为止啊 什么选举董事为止 这都是冠冕堂皇 欺骗老百姓的 国营企业 直到领导干嘛 新指定某一个人 到这任职就完事了 对不对啊 国资委在派一个这个这个等和他相等的和赵小冬相等的啊 这样的一个级别领导干嘛 然后就上阵了啊 上阵了 谁敢不选呢 再不选不选再走啊 都有问题 难道说这公司轰到副董事长就没有腐败问题了 腐败问题查起来人人都有 实在查不出来就把你以前国营企业里面每天请客送礼吃饭 这些什么报酬的经费发票拿到一起计算计算 十年统计下来也是天文素词啊 是不是还容易啊 所以说这个完全是骗老百姓的 那当然了 燕京啤酒称 说对公司经营管理工作未产生重大影响 那当然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因为什么你想 你只要产品好修 对不对 无所谓 特别是上市产品呢 你可在股市上每天都翻梗头啊 因为这个东西属于人民群众的生活的这个需要 不能说第一需要 也是比较急迫的需要 谁不想喝点小酒是吧 有的人喜欢喝白的 有喜欢喝皮的 有些喜欢喝这个红酒 果酒啊 这个有的人就特别喜欢喝啤酒 那当然了 这种需求够棒 尤其到了夏天 天气比较热 喝点啤酒 放到冰箱里 拔一拔喝 也是很爽嘛 是不是 所以到人们喝啤酒的时候 可能就会这个擦前饭后啊 这个聊聊就赵小冬了 你知不知道赵小冬抓了这个燕京啤酒豪宝喝 就那个董事长进去了 但是老百姓并不知道在背后发生了什么 很可能发生了不畏人知的秘密 那就是什么 官员惨烈的内斗啊 由于共产党控制了贡献法司 又控制意识形态 报纸 电台 网络 媒体 电视台 他愿怎么讲怎么讲 他将来公布的这个人赵小冬的时候 即便是内度造成了 他也会讲 什么这个 没有延遗自律啊 以权不私啊 这个通过关系人啊 这个没有管好这个家人啊 是吧 因此舞弊啊 贪污受贿啊 罢相规定啊 等等 冠冕贪污都一样 你看中纪委公布某一个人犯罪行为 那个说辞都是千篇一律 你把那个名字换下就行了 这都是骗老百姓 永远不可能把这个背后的秘密啊 真正告知整个社会啊 只有他本人心里才是有多苦啊 假如真是受到这个某一个领导牵连出事了 那可能被抓之后 审讯的时候就会说了 你要检举 要检举解法 争取立功表现 否则就你这个问题 搞不好就盼无期徒刑 最少在20年 他也挺害怕了 坐在那 卡手桌里背着墙 天天想啊 当年送啤酒 送给谁了 想一想 可能就要 胡说八道 是吧 就开始讲 给这个送了 给那个送了 那么领导就说了 你给A送这事 他就不关心了 他关心是B 他就开始追B 那B就是什么 猜切打击的真谛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这是我一个猜测了 当然我没有什么第一手材料 我在多伦多怎么能知道 这个材料 是吧 所以说我只是讲啊 没有司法的独立 就中共这反腐败 完全是打击 正地的一种工具 就非常的不公平 但是毫无疑问 肯定了 这个人既有腐败行为 可能有腐败行为 既有这个内斗色彩了 那么今天的 读报点评节目 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自己